說到豐田JZ-X18 我從小到大最熟悉的是核彈頭Chaser這款車 不過我們橫標試的車會偏門一點 試外JZ-X18有三款車可以選擇 核彈頭Chaser 、Cresta 和 Mark II Mark II 的車行動 Mk2 貴爲車系入面 歷史含量最高的一部車當然是Mk2 而偏上加偏的是我不會試Turbo版 我給大家看看香港只有一部的2.0 直錄棍波 這部有沒有電的? 各位觀眾 為何放棄的聲音這麼奇怪 因為這部車是沒有的 因為這部車是永不放棄同學會員之一 它是一部自然級氣的Mk2 你以為它是1JZ GE 2JZ GE 也不是 這部車很可能是香港唯一一部2.0 1G FE 的Mk2 棍波 為何會有這部車呢? Mk2 這部車系當年製造 我覺得豐田不是用來為了飄移 所以它是一個給一些叔叔背 中年大叔去買的車 所以它的引擎選項是多的 低至一個2LTE 2.4 柴油 2.0 直錄1 GFE 2.5 1JZ GTE 和2JZ GE 都可以選擇 最好的年代都可以選擇自動波及棍波 而這部是2.0 GRANDE 版 所謂 GRANDE 應該是差不多最齊的版本 所以這部車當年標榜它有VSC、TLC等 這部車是沒有的 這部車是沒有的 這裏有兩顆空制 很空虛的 而且貴少許的Mk2 都會有一個日立小涼拌 就像皇冠那個Swing 制 它是沒有的 冷氣亦都是手動的 我覺得這部車其實是 你不會以為它是低能版 就沒有 這副1GFE 已經算是 我們最熟悉的版本 因為它是有VVTi 的Beams 版本 所以最大馬力160匹 風直扭力剛剛好200Nm 很多人都會說 IS200 用這副計算是很軟的 很慢 但是放在Mk2 上 你以為這麼差大一部車 應該是很順盡 很慢 其實不是 這部車剛剛好是顯示到 Mk2 這部車的操控特性 其實是非常零效 甚至要比IS200更加零效 我覺得這個並非偶然 因為這部車其實是輕的 以這麼大的車為例 都是1.4噸 鬆一點 1.4噸 講的是CL7的重量 但你看上去好像 挖近一個大王冠那麼大 其實這部車是4.7米長 軸距剛剛是2.7米 這個數字是甚麼概念呢 簡單來說就是一部E39 5系的長度 但軸距只有3系 所以駕駛起來 是完全吻合我的體感 因為我感覺上這部車 是介乎一部5系和3系之間 你要說它有沒有一部E36 E46 3系 那麼矯折 那麼靈敏 它是味道 因為始終它的設定 都是偏向舒服的 如果以原裝計 但是 它又是一部5系靈活 所以它的體積和軸距 其實是反應了這一點 當然啦 你也不預期一部這麼大的房車 即是JZ X100 會是很靈敏 入彎很好 但偏偏就是這部車 它轉動時的反應 其實是相當之凝聚的 這一點可能是歸功於 前後雙搖臂的懸掛設定 但是同樣都是前後雙搖臂的 Aristo 是沒有這種感覺的 Aristo 的車真的重 以及再長一點 所以駕駛下去 已經沒有這種利落清爽的感覺 在影片推進前 我想問問大家 有沒有試過天時暑熱的時候 開行冷氣 但冷氣又霉又臭 下大雨的時候 水培力不從心 撥得不乾淨 我有啊 我有啊 那還不想想想 HepaKing.com 用QuickSearch功能 找一下自己款車 找回高效能活生炭冷氣旅模 換上對又淨水的水培 喂 這個埋單 寫著有些入優點 是啊 入了我們Flatout專屬優點 Flatout10 還有九折優惠 是啊 下單了 不要說那麼多 上車吧 不要再人看影片 好啊 這輛車也不是那輛車 這輛車有行一副1GFE 我覺得它是我最搭配到Mk II這輛車的車架 最基本的感覺 因為它連PARLOCK都沒有 它是一輛純粹是當年給叔父買的最便宜 最基本的版本 所以你享受的東西 就跟當年叔父享受的一樣 當然 你可能會說 你不是吧 我卡進來 我不是看你這些 你給我一個NA 我褲子都脫了 你給我看嗎 當然不是 好東西再後頭 但這輛2.0 難得我朋友有 我覺得很應該拿出來給大家欣賞一下 你懂不懂欣賞一件事 但在我駕駛過一輛有Open Diff的Tourer V 和一輛Mk II Tourer V 有2way Power Lock之後 再比較這輛車 我覺得這輛車的質感和感覺 是最純粹 是一個純粹F-R車的感覺 若果你是一個未開過F-R車的人 這輛車會很容易上手 而且你會很享受 你會享受到F-R的駕駛樂趣 當然 你說可不可以180度 輕手掣之後 入彎當然不行 它任何很Iconic 的放棄挖路車 它都沒有 但如果你說 好像要搭配一輛F-R車的底盤 那種穩美 這輛車完完全全是那樣東西 有少許像IS200 LTSA 無讀有話題也一樣 但我覺得這輛車 這輛F-R車的一輛F-R車發揮得更好 這輛F-R車的一輛F-R車 這輛F-R車的一輛F-R車 這輛F-R車的光芒 其實永遠都不輪到這些傻仔版 你們想看的永遠都是2.5GT 之後都會 那些 但這輛車的魅力其實不容忽視 而且這些車在日本本身都買少見少 所以難得有一個2.0NA棍波 是活存在香港 很應該拿給大家看 不過 說歸說 現在我去換日 換日 但你按進來當然不是看這些油膩大叔 氣肉在這一邊 這就是Mk II的精髓 說真的 豐田當初是否真的做飄移車 我剛才都說 其實真的無心插樓扭成因 Potential 從來都會被人掛插出來 其實愈刻意做飄移車 那些 好像愈沒那麼成功 這輛車 簡單來說 它本身 除了包圍的RK F1 它是一輛原裝的Mk II Tura 3 有棋原裝 樣子都不是善男順女 我本來都是這樣想的 我本來都覺得這輛車 應該是打橫 然後噴了白煙 但其實不是 這輛車是行原裝BAR數 0.7個BAR 最大馬力280匹 風直扭力380匹 380匹 380匹 聽起來好像 九州車比你大 那些N54 N58 那些比你厲害 而且數值上是 如果你是現本戰士的話 這輛車 關機 不要看 沒有400匹 你還說自己1G 說了是 沒有300-400匹 但出個路口 都可以 要做什麼 打橫走左花朵 打橫走左花朵 你不知道嗎 這輛車 其實 那個體感馬力 還有 實際上 那個加速力 是不會輸給 任何一部 現役直錄Turbo M3、M4 那些S58 變態機器 不要說 但是 如果你說 寶馬 現在的 可能M340 其實我覺得這輛車 是不會輸的 因為它的Power-to-weight ratio 這輛車 說真的 剛才那輛2.0噸4 這輛車 一噸4、5噸 一噸半 好味 很幸運 這輛車 通常都不會有 通常是500-500 因為這輛車的油錢 真的很貴 但是 這輛車的Power-to-weight ratio 是理想的 和這輛1JC GTE 是單軟 再加為VVTi 其實它的低扭 起巴 那一刻的動作 算是一氣可成 和算是順暢 和順暢 順暢得來有大音震撼 那是很矛盾 因為其實Aristo 我覺得 它順暢的震撼程度 是不及1J 因為 再加上 它是被4時速波箱剝削了 這些正運 5速 再加1JC 那一道力 那種隨心所欲的感覺 那種大把貨在手的感覺 是很上癮 很上癮 說真的 我駕Mark II Tracer之前 我的朋友阿Mo 經常叫我 試一下吧 好棒啊 我說 不 這些車很重 很頓 又長又升 一比一就橫行 但我駕完之後 真的完全改變 而且對這種 有權力起手的慾望 是 有點上癮 我覺得 這輛車其實又並不是我之前想到這麼簡單 你會不會有腹筋 這輛車 隨便 倒進其他車都可以 但其實我想說 其實算是很匹配的 剛才那輛11E 我們不斷強調 那輛車是很平滑的 你能夠享受 你能夠標準 車架和懸掛 設計的初衷 但這輛車雖然馬力大了 這輛車雖然是120匹 如果原裝計 比起價2.0 但是 它也沒有一種過度override 令它車架扭坡 面容扭坡的感覺 它也沒有 因為我覺得豐田 在這一代的車架 其實都有加強度 因為這輛車架 我當然要跟GOA的撞擊標準 所以它車架剛性是不弱的 哪怕Mk II Chaser 都是無框車窗 我覺得它的車架剛性 是夠應付馬力 說真的 五、六百匹那些 夠不夠呢 我就難說一點 但是 我一開它 是有信心的 今天濕地 我依舊要吃了Traction Control 因為這些車 其實是不應該有Traction Control 而且Traction Control 說真的 是跟你請了一個 幫不了手的人 一樣 是百給人工的 按鈎 真是 永遠來的 永遠出了事才出來 有沒有事 有沒有事 好像沒有力 當然 今天始終下雨私手 我夠不夠膽 直路 真的 踩進去 不夠膽 也要踩進去 但這輛車有個位置 是會比起2.0可控一點 就是因為這輛車 裝了2-way的Power Lock 說真的 2-way Power Lock 在很多車 我都會 嘩 很緊緊 即是 好像 不需要那麼硬 但是 我覺得在這輛Mk II身上 是有需要 而且 你會真是欣賞到 為何那些人需要裝這件事 因為其實說真的 我本身是一個很原裝派系的人 我覺得這些車是保育一下 不要搞那麼多 但是 說真的 當你有這樣的Power的時候 你沒有一隻Power Lock 即是好的Power Lock 你根本是制衡不了它 即是不可以好好發揮它 但是這隻Lock 某程度上 是一個 mechanical traction control 讓你不要One-wheel fire 其實 說真的 這些車這麼大馬力的時候 它Open-diff更危險 因為我昨晚才開完一部 一模一樣 都是One JC GTE 的Tracer Open-diff 嘩 那部車在彎路表現 是完全欠忌疲 以及恐怖很多 有這個Power Lock 其實你會覺得 就算是想抓住它過彎 都沒有問題 當然啦 這個跟Alignment Setup 都有少少關係 跟車胎Compound 亦都有關係 但是濕地這麼大馬力 FRO車 什麼Alignment 都幫不了太多 它要閃也是閃 但是有Power Lock的時候 你會覺得 在極限的舊車動作 不論是 起飄 維持 以及修正 這三個階段 你都會覺得 車是可行很多 但是 我覺得我拍這條影片 是最想告訴大家 Mark II Chase Cresla也好 JZX 系列 並不是大家想到這麼笨重 大家會把它的外形 連繫成一個王冠 但是 這個真的 錯了 大家以為 它會很鈍很重的時候 它偏偏就很輕巧 就算 Tracer Mark II Mark Cresla也沒有開過 我不知道它會不會有些分別 但是Tracer Mark II 我想說的駕駛感 是一式一樣的 它們或者車殼有少少不同 但是駕駛是沒有分別的 就算連Turney In的反應 軚盆的回中力度 各樣是一模一樣的 我會說得上是一輛很駕駛的車 尤其在Highway 你會感覺到這輛車 咦 它不脫的時候 也頗強的 這輛車好像廢話 不脫的時候也頗強的 但是 的確這輛車的穩定性是有的 至於這輛車做出來 不是真的用來甩尾 這輛車由於是高階的版本 所以它是有Swing 以及不止行駛冷氣 所謂Swing 我們之前在171大王冠說的 日立小涼盆 尤其是Swing左Swing右 所以我覺得享受方面 這輛車是有些大王冠的認知 但你會感覺到內容的 氛圍和氣氛 裝修是沒有那麼精緻的 是差一點的 但是 說不算高級呢 都勉強說得過去 因為那些屎容椅 都依然是很漂亮的 這個 都夠膽說算是 Peak Toyota 的產物 所以這輛車 其實真的體現到 前後雙搖臂的那種操控特色 真的像吸著地下走 吸著地下走 不是Honda的漢甲 即是不是它的獨家 其實是Phony一樣可以的 Aristo 我之前都說 都是這樣的 但是由於這輛車太重 所以加上那些自動波 真是 不好意思 不是你皮膚 如果你幻想Aristo 和Mark 2 駕駛起來會很相似 我想說 是完全不相似 是很出乎意料的 我記得 我很多年前 澳洲第一次坐在 Mk 2 一個鬼仔駕駛 最大的感覺就是 為何它的咪錶 可以轉到 轉數錶那麽快 是 一夜走到盡 好像是沒有阻力 那樣 它不是開心錶 真的差那麽快 一夜走到盡 當然 這些JDM 車 它走到盡 只有180度 其實就 不是說它真的 快得那麽緊要 但是 它那種 好像 絲滑到 毫無阻力 這樣上的感覺 是 震撼的 如果你沒有接觸過 這些車 往往都會被震撼 夠了一番 就是 我覺得 有機會 是怎樣都要試試 這些車 不要好像我那麽狹矮 一開始是抗拒這些車 真的試了 不喜歡再算 但是 如果你是喜歡駕駛後陸斜 又喜歡有少少 粒粒的動態 這輛車其實是很精彩的 說了十幾萬 是貴的 是不便宜的 說真的 這些車最便宜的 可能 是幾元 兩三萬 兩三萬元 都未必有人要 但是現在 是真的 升值 這些車開始 尤其是當這些車夠25年期 那些美國人 會和你相差一份 所以若果你真的有 有意去玩 Mark 2 Chaser Cresta 這些 J7X系列 是要差不多入售的 是貴了些 但是 跟樓一樣 你不買 只會越來越貴 日本的直錄 真的不好意思 豐田 真的 完全吊打 RB 系列 是出色很多 那種運轉質感 內容程度 各樣 各樣 我都覺得 是出色一點 雖然 1J 2J 其實在賽車場上 沒有什麼 戰績嬌丙的事情 連樂場的Super 都不是2J 但是 它 在街道上 改裝圈子上 呈現出來的戰績 是絕對優勢 RB 系列的人 我是說的 對 現在Formula Drift 的車 多數都是1J 2J 連這些R32都要套 1J 2J 你知道什麼 很少人 其實除了日產 其他自己的Fair Lady 說會套 RB 26之外 沒有其他牌子的車 是會用日產計的 這個Mathway很內斂 其實在今天Role機之前 我已經是對JZ X100 這個系列 已經是改觀了 我跟大家說說 我本身為何不喜歡這部車 因為我覺得 肯定是圓天團天國 飄移 在那裡吵人 睡覺的人 一定不要彎 又大咬 又鈍 但其實 認識完這班JZ X100 的車友之後 我才發現 原來這部車 並不是我想像中 那一回事 它是 它是 飄移它 但其實它的彎路表現 是出乎意料地靈巧 尤其是 對比起Aristo Aristo 看起來好像還會 敏捷一點點 但原來 原來它的彎路表現 才是 把炮的那個 你很可能會問 為何我們今天 不把Tracer拿出來 你不是認識別人 開Tracer 是的 但 如果你給我選擇 要展示給大家看 一些特別小小的車款 我覺得這部Mk 2 2.0 更加特別 因為它很可能 是香港唯一一部 2.0的棍波Mk 2 而這部更加不用說 這部更加是JZ X100 的代表作 一部有QJZ GTE的Mk 2 那駕駛完這兩部車之後 你會發現 其實Mk 2這部車 其實真的 完完全全是一個 無心插扭扭成任的故事 因為你想想 當初買Mk 2的人 不是拿來玩飄移的 當初是真是一些 中坑阿叔 可能公司車 去中年的時候 買好小小的車 慰勞自己的 行政放車 是的 Tracer或者是運動化一點 所以當年香港行貨也很多 但是JZ X100 這個車系 或者JZ X90 也好 為什麼會拿來被人飄移 其實因為這些車 很快就會貶值 當它便宜了一個位置的時候 它的改裝潛力 自自然然 就被一群貪玩的人發掘出來 從而發揚光大 說真的 十幾萬 今天去買一部 Tracer Mk 2 Cresta 是否貴呢 是有少少貴的 但是 我也是這樣說 這些車 其實 最谷底的位置已經過了 尤其是這些車 開始25年的時候 美國市場都開始搶手 所以 若果是有意玩的 入市時機都差不多了 是的 觀眾們 不知道你是不是 Tracer Mk 2 Cresta 的車主和粉絲呢 你有沒有駕過這些 飄移神器呢 告訴我們 你知道 除了like和subscribe 就當然還有按鈴鐺 喂喂喂 還記得share給朋友